好 所以你不吃鹹水雞的雞 是因為怕那個雞肉本身的品質 我是 我沒有想到剖排雞的問題 但是我是本身不喜歡那個雞 因為我覺得它的成長時間太短 我覺得這很詭異 但是常常吃鹹水雞的蔬菜 對 蔬菜 但是我先生還滿愛吃鹹水雞的雞肉 我先生就是一個雞狂 對 他就很愛吃 因為他是不能怪他 因為真的好好吃 對 他覺得他那雞好好吃 是真的好吃 對 所以要聽你自己講話嗎 對 而且其實吃鹹水雞的好處是在於 因為它有一些優質的蛋白質 不是嗎 就知道它沒有油炸嗎 就知道它沒有油炸 因為冠儀聽起來你也很愛吃 我非常喜歡 而且我也要選 就是一定要排隊的那個鹹水雞 排隊女王 比較多人表示已經很多人認可 它的健康跟自然 對 對 然後所以 而且很多大部分會排隊的那種 那種鹹水雞 是不太會添加一些什麼醬料的 可是關於我還是要跟你講 它是認可他們的美味 並不認可他們的健康跟自然 對 都是因為好吃 在院室沒有人在乎健康跟自然 大家在乎好吃 我是現在才知道為什麼我不吃了 你有過吃嗎 是鹹水雞 因為我剛在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什麼都有吃 後來我上一個半年的營養課程 大量的資訊 大量 所以你沒辦法記 你就是記不住這麼多 結束了之後 那段時間 節目這麼多以後 每天打開九點看我們節目就可以了 對啊 看我們節目上課了 我覺得結束之後 我會變成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直覺 我只知道它不對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直覺判斷 因為曾經有一個自信進來說 它有什麼手段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先聽進去了 有但是我忘了 現在就是倒是漂白 所以你從上過那個課之後 再也沒吃過鹹水雞 對 我覺得班傑很厲害的是說 因為像現在有很多 就是食品安全的問題 但是因為我們就是好吃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就是還要夠理性 忍住自己的慾望 那個口腹之慾 你知道嗎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班傑怎麼會去上那兩個月的課程 都是有關食品的問題 我們都沒有 是先知來著 但是我都忘光光 我現在是靠我的地瘤感 我就是有一個地瘤 吃個拔蠟 我們節目再跟你雕一次 我們再來復習一下 請問一下教授 為什麼這種夜市的美食鹹水雞 要加那個漂白劑變成這種 而且是工業用的 那這樣的話 吃下去對人體有什麼影響 將這種鹹水雞去漂白了之後 那個漂白劑本身 在我們的腸胃道進去了之後 它就產生非常強大的氧化的力量 我們可以想到我們的胃 不是一個氧化的這個狀態 是一個還原的這個狀態 對 如果胃酸跑出來之後 胃食道 比如說它有逆流狀態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對 那個酸是會傷害我們 可是在我們的腸胃道 它並不會傷害我們 對 因為那是一個還原性的這個環境 但是你有這個氧化劑的東西 進去的時候 氧化劑就是用來漂白的 對不對 那你吃到肚子裡以後 你的肚子裡面就是一個 氧化態的環境了 哇 氧化態的環境裡面 這就會在肚子裡面造成 破壞我們的黏膜壁 破壞我們的腸胃壁 同時跟食物一作用之後 在氧化的情況之下 它可能就產生更多的自由基 天啊 這個自由基的氧化的能力 會把我們的腸胃道 不只變成老化 但是有很多細胞 可能因為這樣 它的DNA就受到攻擊 壞事 DNA受到攻擊的時候 就可能變成有毒的細胞 或者變質的細胞 甚至是癌症的細胞 癌症腫瘤 對 教授你在講的時候 我腦中已經浮現了 我腸道的畫面了 有看到它在補食的感覺 所以台灣很多大腸癌 台灣的那個大腸癌 現在是癌症排名第一名了 對 現在已經變第一名了 不過請問一下翠芬 除了鹹水肌已經被漂白以外 聽說這種漂白已經 侵蝕到其他的食物了 真的 除了鹹水肌 你碰到了很多食物 去夜市走一趟 幾乎都有 什麼 像你看桌上的這種水果 那個去夜市都會買切片水果 是啊 對啊 方便啊 對啊 而且它夜市的水果 因為它都沒有冰 它在那裡也不變色 你想想看它加了什麼 它就是加了一些過氧化氫 跟二氧化硫之類的 讓它漂白 除了水果 很多像我們看的那個豆製品 像豆腐 豆皮 都一定要 對啊 而且大家都覺得 對女性那個很合理 比較健康 它也都是為了保持它的賣相漂亮 都是加了粉 那它不是加過鹽水 有一樣的效果 為什麼要用那種 對啊 因為我們在家裡面 自己主要 就是要讓它顏色就保持 保持都好 我們還是會加一點點鹽巴 鹽巴是天然的 可是它在外面賣的時候 要保持一定的賣相 一定的白嫩的樣子 所以就要加上這種漂白的 就是過氧化氫化 光靠鹽水不夠 除了這個之外 大家想想看你碰到的 像一些麵 烏龍麵 油麵 好看喔 對 也都會有加的這個東西 還有像你的魚丸 丸子 也是白白的 它會讓它看起來特別的白 蛙籽 雞蛋糕 蛙籽 不用吧 蛙籽 還有你看有些蛤蟆 蛤蜊 它為了要讓它看起來 看起來乾乾淨淨很漂亮 也都會用這種 蛤蜊也要用 不是有殼擋住它 對啊 它就會把殼籽的比較漂亮 看起來是新鮮 可口的 太可怕了 我的小孩每天都要吃蛤蜊 還有什麼燙魷魚 我個人就很愛吃蛤蜊 對啊 所以這些東西已經到處都是 然後如果你去發現 看看夜市的這種水果 光是蘋果 如果你切開 沒有加任何東西的話 它大概半個小時就會變顏色 可是有些人它會加雙氧水 或是那個過氧化成什麼 我們清潔傷口那個東西嗎 它就可以飽色 就是讓它大概固定一段顏色 不會變 可是最可怕的是二氧化硫 它幫它漂色過之後 那個蘋果看起來更白 比那個原來的顏色看起來更漂亮 更鮮豔 看起來就好像剛切開的一樣 對 所以它雖然是切開很久了 可是人家會以為說 那個就是最新鮮的 然後大家就會先去買這個最新鮮的 這種賣相的水果 對啊 那個蘋果造詞 那如果像 因為我如果去買芭拉 因為我在夜市長設就是芭拉 但是我都會請 請就是他們拿那個 就是沒有切的 現切給我 我就是要看著它現切 但是沒有用 因為它切之前也有處理過了吧 沒有 它們現在有些夜市的芭拉是一整顆 然後如果是整顆的那個或許還好 可是你要提防它的刀子 可以問 很多人的刀子 對 很多人的刀子它上面會抹這個 就是也是有這種 這一類的二氧化流的東西 刀子抹這個 然後這樣切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顏色就不會變 對 水果的顏色一樣也會很不到 那我可不可以拿一個清潔布器 在我的面前把刀子抹一顆 菁姐妳可能不知道對不對 我快崩潰了 妳有沒有看到切西瓜的時候 切西瓜之前它不是有一個抹布嗎 對 刀子很長嗎 這邊抹一下 那邊抹一下 是 它不是要抹什麼東西 清乾淨 是這清乾淨的 它在抹什麼東西 它裡面有糖丹 什麼叫糖讓它更甜 糖丹就是加工糖 然後你切下去以後 它不是挖最上面一點點給妳試吃 對 甜不甜 好甜 結果買回去怎麼不甜 對 這意思是我的疑慮 為什麼我買回來就是不愛妳 就是那個抹布在做 我覺得賣水果的商人 如果真的這樣子的話 他可以去當魔術師 對 真的 手法很鋼明 沒有 就是那一剎那 因為剛抹上去 然後挖一小塊 一定會挖一小塊給妳 對啊 要不要買一半 他們怎麼這麼聰明 憲哥那我想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像鹹水雞 它那個雞不飄過是不能吃嗎 不是 不然為什麼要飄呢 其實鹹水雞我從小我就不敢吃 因為我在鄉下長大 我知道很多鄉下的養雞腸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雞自然死亡 它不一定是生病 有些是生病 有些自然死亡就打打打死了 對 雞只要一死亡以後 你煮出來那個肉是稍微有點黑黑的 看得到 那你只要經過飄拔以後 那個賣相就看得很好 天啊 所以就聽說 那是我的聽說 是有些是一些死雞肉 它漂白 它不得不漂白 因為它不漂白的話賣相不好 因為我有一次喔 早上四點多我到大市去打七藥 批發市場去 我看那個蛤蟆 蛤蟆你知道嗎 蛤蟆 蛤蟆我們愛 蛤蟆是蛤蟆 蛤蟆比較小 小顆 蛤蟆嘛 因為現在外面的水溝都蟆散 結果我就看它直接 整個蛤蟆泡下去一桶 那一桶是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泡不蟆 它要殺死蛤蟆嗎 對 然後一泡下去 一二三馬上拉起來 本來黑黑的蛤蟆 外殼黑黑的賣相不好 一斤十塊錢 拉起來馬上變黃金 很漂亮 我們今天來賓也搜刮了 很多外面可疑的食物 我們請教授來幫我們做一個檢測 好 我們讓大家知道一下 比如說像是肉 像是現在這些水果 它是不是透過過氧化清洗 去做漂白的動作 這水果放了很久之後 它不會變黃或改變這個顏色 因為水果也是現在 大家為了生活習慣方便 所以在外面買那個現切水果 是常有 而且最安全 好 那這個 我們現在現場有三盤水果 第一盤是 是我在 我是在夜市買的 但是我就是還是堅持 是我要一整顆的 我不要自己盤 還有完整的事情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沒有過過刀的 對 我們要看會不會好一點 所以那個 這看得出來它沒有過過刀 自己切的比較好 對 這個我自己切的 對 聽一下看看 好笑 薑絲大腸越酸越夠味嗎 小心吃進工業清潔用醋 要跟大家介紹一款 超有效的清潔劑 就是 怎麼找一下 那現在我要實驗給大家看 太內心了吧 這邊有一個超級髒的瓷磚 然後我就刷 太棒了